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講 這個新移英省錢夫婦KOL 這對新移英省之前最經典的故事就是 他們是車輛不知道 鑰匙孔是可以插鑰匙的 對不起 我也不想說這個 是鑰匙孔 新移英省人的十大愚蠢榜裡面 頭三位都不為過 最搞笑的是鑰匙孔是裝飾的 我當時還唱 裝飾的鮮花 一般都不會結過你 裝飾的鑰匙孔 鑰匙孔 這個好笑 是 換去哪些裝飾 眼淚 還滅了的愛 活化醉 總之有很多少鳥 但他們是很特別的 他們嚴格來說不是B&O 因為那個女子是有英國護照的 是有英國護照的 男的就在B&O 女的是B&O 不過之前沒有英國住過的 這次他們做了一件事叫做極度崩潰事件簿 OK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他們為了省錢 所以家裡的 有些字寸錯了 應該是 Blockband 不是 Wordband 即是這個網絡 他就用開一個牌子 叫做BG 合約 就快結束了 隔下駕 你知道他們其實 正職就是幫新來的 香港人幫他們隔價 幫他們申請水電煤 但其實我說真的 這些東西不是自己也懂的嗎? 有些人是懶的 不要緊 也有提供一個服務 他就說 發現了 這個Ve Wormat Phone 以前鑑廚哥的 Wormat Phone 原來用Fiber 即是用光纖 而且比BG更便宜 當然是轉台 之後括好 記得用我們推薦的 Cashback網站 再轉台的話 這樣就可以賺回贈了 因為他們現在 就應該是跟某些網站有合作的 如果通過他們 一些 叫做 他們有些 Cubon 那些Code 是嗎? 這樣就可以 有一些 便宜一點 是的 我都說過了 之前有些KOL 他們就跟英國某些當地的技術學院 是有合作的 如果有他們的Cubon Code 就可以 便宜一點 這個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他就說 設定了上星期 這個Wormat Phone的人 就會派人來安裝 而且為安全計 我們設定了一個星期之後 才 切這個 BG 證明了 是的 但是 因為你一定要預計多一些時間 尤其在外國 不是一整就馬上有 是的 你有一個緩衝Buffer才行 到安裝那天 Wormat Phone 搞完一樓 說 你的光纖進不了屋 我看什麼事 原來 是花園有塊石頭 阻礙了 那怎麼辦呢 Wormat Phone的人 就說 不用擔心 我派第二隊人來做 第二隊人來做 不過很搞笑 就說 不知道哪天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反正等吧 他們就走了 之後 我就準時去接弟弟放學 放學回來 很搞笑 他就說不知道哪天 誰知一入屋 就看到 一張卡 上面就說 你錯過了 但是他沒有跟我說 剛好他出去接受的時候 就有工作人員來 他說錯過了 有沒有搞錯 你也跟我說過約會幾點 然後馬上打他 打他 打到他 customer service 就告訴他 對不起 幫不了他們約 反正會安排 在下個星期之前 就會有人來 當然 那時候是星期一 比如今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之內 你想想星期一 1、2、3、4、5 5天之後 你如果這樣說下個星期之內 計算下個星期五 也算下個星期之內 就說如果今個星期五 都沒有人 來就再打電話 結果 等到下星期一的中午時分 看到一輛車 好像毛記那樣 在這裡 慌張西望 就問一下他 問一下外面那個 戴著頭盔的人 一開始 真的是汪蜂的人 汪蜂的人就說 是啊 是幫他們的 但是 不用管他們 他們會在屋外搞定 但是我老婆就說 夠石在後花園 上次他們就是 因為有夠石在 所以 線進不到屋 走了 之後 汪蜂的工作人說 是嗎 沒有人通知我 好像都溝通得很差 應該要 進入屋才行 要進入屋觀察一下 他 還有 拍檔 他就說 等我拍檔 再拆一拆 然後我就說 我等一會兒要帶兒子去看牙醫 又會這麼巧 對 又是這樣 接兒子去看牙醫 就說 先生 你要搞多久 那個工作人說 應該 一小時 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沒多久 他們 就拍門 他們 就去後花園 移開了石 兼且 爆開了石 爆石 然後 將 鋼纖駁入屋 我要出門的時間 我心急 問一下 還有多久 他 就問我 你幾個小時出門 我就說 最遲15分鐘後一定要走 沒問題 大概10分鐘 看到他們撿東西 問他們是不是搞定了 他說 鋼纖已經鋪好了 不過 鋪入屋的設定 還沒得 蛤 沒有得用 是啊 沒有得用 蛤 什麼時候再搞啊 他們 就說 中夭 大概兩三個小時 沒辦法了 你要出門 我們下次再來 之後我老婆就很生氣 就立刻說 喂 什麼時候來 那些 汪蜂的工作人 就態度比較 不知道 會有人來 可能晚一點 他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 接公司 到處去做 如果附近有工作 我想他們也會去 附近 因為他沒有理由 你沒有人 在等你 對呀 那我心想 我要出門 一陣子 還沒回 還沒回到 又是否失去了 到時又要不知何時才來 真糟糕 很煩 老婆說 其實我現在送兒子去看牙 一看完牙就回來 你 是不是今天再來過呀 阿生 工作人員說 這樣 我留下電話號碼給你 你 回到打給我 看看今天來不來 我老婆說 一個小時內我一定回到 回到立刻打給你 然後就趁著出門帶 阿哥 去看牙 45分鐘後都很快 可能只是看看 已經回到家了 路遠看到的工程車 還在騙在附近 可以發達 原來 他們 邊走邊等我回家 當然了 誰叫我等網用 之後 再搞多大概 兩個半小時 就完成了 但是不是 以為搞定 原來他們又說不是 他說 不好意思 又有一位工程人員來 要搞最後最後最後的設定 為什麼 他們不搞了 為什麼要等另外的人來呢 不是這批人 之前說要設定 最後最後的設定 接駁好線之後 我 就打算 拿電話 接駁WiFi 結果 閃了一會 馬上斷線 真是很無奈 極死 千千後後等了那麼久 都是接不到的 令人崩潰 當然了 那個工程人員等了一會 他說 你等一下 我 reset 完應該就可以了 老婆 也都很無奈 OK啦 那麼五分鐘後 工作人員就說 對不起 暫時好像還不行 平日 很快的 你看 我們 這家公司平時 有120到150m的 但是 現在沒有嘛 大哥 但是 我就說 你們 Wolma Phone 那部機器仍然是紅色 紅燈 紅燈 黏到 又五分鐘後 就說 你們是不是還在用 B 記 什麼時候 老婆說星期四 後來 不是 星期三 三卡 那麼工程人員 就 應該 Midnight的時候 就會 reset 跟你說 應該明天 可以用到 那麼 很難信你 是為的 他就留下了一張卡片 留下一張卡片 給他們 如果明天 早上不行就打給他 我再來 問他什麼時候來 不知道 老婆說 OK啦 幸好 這個工作人員一走 沒有多久 就算是有網 否則也不知等多久 前後後 你知道 這個星期一 等等等 等到下星期一 因為 中間 他 miss了一次 等等 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十個工作天 搞定了 他也說 真的不明白 這個汪蜜蜂 這麼大間公司 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約個 約職員也做不到 下星期之內 有沒有人來 你又不知道 又預約不到 誰會 7天24小時留在家 不是 對呀 有些是會 有些是會 新BC換 這個網絡 是每天在家等 我請假一天 不過這樣 他有一件事不太好 至少都說我聽哪天你 他第一次 他不知道 但我知道什麼時候 我知道哪天 起碼我請假 他就說 哪有可能 由早等到晚 由早等到晚 其實澳洲是正常的 以前 現在我不知道 我 我都說過 這次我設定Testra 是沒事的 是自己家室設定下 我們不用人來 好啊 好 那當然有些人說 居然看了 這麼暗誇的東西 好像寫小說 說廢話 好心你回大灣區 英國就是這麼晚 好像明明是 壞處 硬要把 這件事說成好處 BNO不要這樣 公道一點 下面有個衷敬 一個說 你不夠崩潰 應該我還崩潰 我拼了一條線 那些人撞穿了 那些人撞穿了 又是V機 那V機 沒有說 他沒有說 有點漏 他說 撞穿了 我的 暖爐那條口 派領一天來 就撞穿了馮祥的那條口 這個 真是好笑 但是 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因為他撞穿了 他後來就幫人補回一條喉 補回一條喉 但是 這個洞 很瘋 他從去年10月份 等到現在 都沒有人幫他補回一條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亦有人說 真的對不起 這裡 有些人做事很可怕 亦有人說 我最初 到時候 約這個 這個就是 惠妓 惠妓 他有通知我 叫我約第二天 但我已經請了日假 之後 就逼 我的鄰居 幫忙 他就說 惠真 約了淫利 打去 這個customer center 其實 又 我說postpone了兩個星期 推遲了兩個星期 臨到之前一天 又postpone兩個星期 無限輪回玩了幾個月 我立即 閃了出去買個wifi蛋就算了 唉 那些customer service 根本不是客服中心 每次打給他 要問我三條問題 核實身份 不知道什麼邏輯 亦有人說 不是吧 你postpone 不如換間 他就說不行 我簽了約 兩個星期 又兩個星期 又兩個星期 你真的以為 在拍無間道 三年有三年 應該不用 二年計 可能人手真的不足 外判的工作人員 是的 有人說 Welcome to UK 有人說 我由12月尾到現在 都未搞定兩個多月 有人說轉另一間 有人說在英國 搞這些網絡 最重要是看中兩個字 知道是什麼嗎 配套 是隨軟 隨軟 這麼佛系 香港人很不習慣 即港要即有 要有效率 其實說真的 也不止香港人 其實 正路來說 你也希望 一個合理的時間 做好 其實 我當時搬過來 我覺得 一頭半個都要 我當時還跟大馬帥說 我可能做不到節目 是的 我記得 我也很擔心 我情況更差 他上年12月幫我弄 怎知道原來 他連我 電視的訊號都切 不是 現在搞到看不到電視 打去服務 那邊 很多次都說 跟進 又說48小時內回覆 之後說74小時回覆 結果每次沒有人回覆 還說不關他公司的事 明明是他的職員安裝時 不知為何切了 搞了兩個月 他們一直拖自決 事都不 承認 這些 customer service 說完就算 那麼像我們的直播系統 又是這樣 說兩句 不關我的事 第一句 令人最猛烈的 就是你打去customer service 他就說不關他的事 叫你查自己的 這樣那樣 有沒有做錯 查一些很無聊的問題 這些問題 其實有基本 智商的人都覺得不關事 他就會問你 也有人說 這個 VG 預算是不好的 你看看為何這麼便宜你就知道 我都 我都猜到 可能 便宜的那些外判 他剛才也說了 如果Viber比之前的VG更便宜 也有人說 那些customer service 即是服務中心 實雅實此話一定有和一定當日搞定 我先推了朋友的活動 誰知道全家在家裡等 一直都沒有來講起身 就是吵了 他們那些客服真是神級的 星期六叫我在家等 說一定會有人來裝 但我很懷疑 哪有人在星期六工作的 我看看什麼公司 外判那些也會的 沒錯 等到5點都沒有人來 再打電話去 另外一個客服 就說星期六不可能有人做事 就像是有線 也有人說 我都試過11月尾 很久了 11月尾過來 裝時裝不行 說晚一點帶多人來幫忙 誰知道 到6點都沒有人來 打去問沒有人安排過來 好沒有交代 亦有人說 這裏的工作style 真的要有EQ和耐性才能應付 不是就是極視 也是 其實 有人說 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概念調轉 英國上班就爽了 又是 做有36 不做有36 有人說 有沒有去complain complain有用嗎 他上司 全公司上下都覺得正常 那投訴來幹嘛 不是 如果 可以這樣說 你的culture是這樣的 你沒有用 他覺得 你幹嘛 你幹嘛投訴 有人說 我連renew passport也是 我以為 因為BNO是英國renew 我以為 重要文件每早一天 甚至早兩三個小時 就test叫我等 原來不是 也有人說 之前 原來不是那是怎樣的 沒有影 這個省錢夫婦 他兩個小哥的passport是要搞的 原來試過 清早7點送到 又試過出了門先到 要簽收都不會 預早提醒人 沒有人 就攝張卡 這件事澳洲反而好 他有個email 有條短訊說 今天大概 反正今天 到了 就是這樣 如果是有上班的話 你也請了假 某程度上都是無奈了 是 避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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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人說 自由就是這樣 他有自由你不來 你有自由等不等 這個 就是自由的空氣 這麼搭白 這些customer service 自由空氣 避錢的 我有自由等不等 我不等他 我就沒得用 什麼字 你說什麼 這個不是應該是 你產品的quality的問題嗎 質素問題嗎 我就是避珍 約親也要等一個月以上 哈哈哈哈 真可憐 避珍 避珍不是 因為看到他的老闆 好像雷麗風行 Richard Branson 穿事 想不到是這樣的人 很難說的 有些服務可能他外判了你 很難說的 反正我不是很知道避珍這個台 亦有人說我現在就是用電話 Data上網 35元無限上 之前就是約了避珍 都是像你所說的 兩個字 隨緣 哈哈 亦有人說 那是因為你不在lockdown那時候約 我好像聽過 lockdown的時候 別人約了四個月都沒搞定 你也懂得說 lockdown 反而你是不能 是叫做 說的 這個反而情有可原 非常時期 是的 亦有人說 這裏做事比香港至少萬三倍 好像去了第二個平行時空 初初很激心 很無奈 現在開始看法了 亦有人說 全部人是慢活 急都急不了 隨緣 施主 是的 隨緣 亦有人說 錯就是當吃生菜 一點感覺都沒有 慢 還要錯漏百粗 我都沒有感覺 反正 就是這樣 亦有人說 我對英國的預約文化已經漢透了 完全是沒得遇 施主 裁員 又是這裏 但是 這個 叫做省錢夫婦 就說明明把卡叫人 打電話去rearrange 重新安排 打到去 又說約不到 那這張卡 人家做什麼 那你又對 好像你又對 不過 亦有人說 這個不關英國事 以前香港用PCCW 那些師傅都經常放飛機 不過以前家裏有工人姐姐在等 所以沒有影響 不過有人說不是 香港的師傅 過得來 這裏的師傅 很多倍 香港的師傅 香港的師傅 得過這裏的師傅很多倍 這個比較不太公平 因為始終香港的地方太小 工人也有服務的水準 有保證 在BNO國就比較難 大小我覺得也不是問題 是文化和文化 真的答應了你會不來的嗎 這個真的挺嚴重的 你真的沒試過的 我真的沒試過的 我真的沒試過的 他突然之間 臨收工之前 不好意思 很多客人今天時間 安排不了 明天 或者再給他時間 我請了一架 我媽媽都去飛起 不過我沒試過 媽媽都飛起又怎樣 大哥 在這裏每個人都這樣 你好像我這樣你就會罰系 我們在西方長大 美國就可能好一點 英國其實可能 我猜不到 以前英國的服務比澳洲好一點 不知道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